海上战斗营 他们所接受的训练的课程 跟他们的活动情形 我们于5号大达13号码头 当晚举行同乐晚会 然后于第二天在清晨举行开训典礼 开训典礼以后有教官讲 海洋知识与海洋开发两门课程 然后我们船就开一般晚向澎湖开发 我们于第二天早晨到达澎湖港 然后于潜水队举行会诗大会 然后由潜水队表演的万钞 与海上包括的他们所学习的课程 然后我们接着又参观马中的临头公园 及大龙中午1点钟的时候 向基隆开 这一次你们海上战斗营第5期 有多少同学 我们208号建设220个同学 加上209号建设将近500个同学 接下去我要请孙凤瑞同学 跟我们谈一谈 各位多半都是第一次到冰舰上来 在海里面航行 那么是不是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在海上的生活的情形 我们一进军舰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认识 等到看许多同学 我们才发现很面熟 才知道大家都是同学 然后大家玩得很聪明 那一 就在我们每一位同学 进我们的舱房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这个舱房里面 好像很涌起 大家可能觉得 好像有一种很闷的感觉 等到晚上 在台队海上上来上去 我们又发现其中另有乐趣 在街上玩的时候 在旁边旁边好像做摇篮一样 大家吃得很舒服 那走在那个台湾海峡的时候 看到那个浩海的大海 我们看到我们的军舰能够 乘风破浪 走在那个大海上 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国军 实在是很伟大 那每一位长官对我们都很好 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做市民 那国断 做市民的国断办事能力 我们觉得我们中华民国海军 实在是比哪一个国家都强 是我们 我是个女孩子 我觉得很遗憾 如果是男孩子 我一定要来到海军关上念一年 我也要来当一个 常常证认中华民国海军 谢谢你